银靠在路邊 突然一名黑衣男子走過來 從前方轎車的後車廂 拿出一根滾棒 他敲我玻璃了 不是啦 大哥 我已經要找人處理了 男子不斷拍打車窗 要駕駛馬上下車 甚至還拿出辣椒水 往擋風玻璃 就是一陣亂噴 嚇得他趕緊到退路 想要離開現場 沒想到對方卻又肉身 擋在車前 捷艦三面二煞 將車輛團團包圍 嘴裡還不斷唱啥叫罵 駕駛只能報案 尋求協助 趴下 快點 趴下啦 趴下死 不到一分鐘時間 十度明快打警力 舉手道場將三米鞋犯 牙齒在地 就是在吵架 然後這邊整條都聽得到 警察來了 然後牙齒他們就趴了 火爆衝突地點就發生在 新北三峽一間國中的校門口 警方事後發現 原來竟然是一起暴力討債 駕駛討債集團的手段相當惡劣 他們為了逼債無所不用其極 還刻意拿出辣椒水 往對方車輛的引擎蓋狂噴 讓刺鼻的辣椒水 進入空調之後 嗆的被害人頻頻咳嗽 根據了解公信被害人 因投資失利欠下大筆債務 十兩號中午十二點多 開車道三峽老街 卻被三名討債集團的成員圍堵 雖然嫌犯共稱是路上草獄狹路相逢 但警方懷疑嫌犯早就已經事先埋伏 公信男子欠了他三萬塊錢 所以到三峽區大同那邊 到他停車的地點那邊堵他 後來這邊是由地下錢莊 委託他們三人到現場 來進行討債的動作 二殺挑在校門口犯案 所清當時沒有學生經過 警方後續將三人逮捕 帶回法辦要持續追溯幕侯黑獸 繼續觀眾朋友 吳婷珍採訪報導